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家楊,今天我們來到了淡水捷運站 最近一連串的賽事啊,實在生意非常非常疲勞 然後最近看到新北市推出了一條,叫做青春山海線 那這條旅遊專線呢,是結合腳踏車跟當地的一些特色 那今天我就帶大家特別來感受一下,在比賽後很疲勞的狀態 我們今天就邊騎車邊出去玩,看一下有什麼特色景點吧 跟我走 有什麼特色? 呃 達星大王 而且當地人族卡在 Via街上 我們有很多黑墊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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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些黑墊ır的地址 我們都有一次黑墊的地址 我們有很多黑墊的地址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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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 bwd6 by bwd6 泡到這種熱水澡 整個身體就是身心舒暢 剛剛騎車的疲勞都不見 其實整個新北市 從金山萬里到烏來 都是非常蘊含著豐富的溫泉礦子的熱門景點 對了說到溫泉 其實新北市每年都會舉辦溫泉節這樣的活動 那今年溫泉節要開始 那各位溫泉節的相關資訊欄會放在下方 如果你分享有興趣的話可以到資訊欄去看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去青春山海線放鬆期的這所有行程 我覺得整體來講真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可以來這樣一整天的一個放鬆期的行程 那如果你們有推薦更多其他放鬆期 或是去跑步的行程 也歡迎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帶你我現在心目中的排行 我覺得今天這路線真的是No.1 因為從頭到尾 不管是美景美食甚至是溫泉 缺一不可好不好 好啦以上繼續見 影片到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教授的對不對 我們下一集見 新北市為了宣揚三海結合低碳環保的理念 他結合了巴黎淡水道三雕角沿路景點生態 還有旅宿等 而且創立了很多新興的旅遊品牌 如果想了解這些自行車路線的車友 下方我也會提供連結可以帶自己去看看喔 umpscare心 各位 不得了 還有我們 我們會拍攝 確認 我們會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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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月